嗨 大家好 What I'm wearing today 我今天穿什麼 對 那我今天先從頭到腳開始介紹吧 這一頂帽子呢 是最近入手的 這是LMC的石竹馬的一件帽子 蠻酷的啦 那之後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些入手管道和我開箱的一些心得 那我的上衣呢 上衣這一件是 Jean-Michel Basquiat 跟Covernet聯名的 至於褲子的話呢 哇 怎麼今天穿的都是新的 這件褲子是BIMS跟ORSLO的聯名 這件褲子已經變成我的Daily Basis 鞋子的話呢 是這個VANS的Skate Era 反正我今天的穿搭呢 大概全身向下就是像這樣啦 那今天的攝影師呢 一樣喔 是我們的小魚 來雞個拳唄 好啦 那小小圖小魚 也是非常感謝他最近跟我們一起拍攝 好 那我們就先去逛店吧 Let's go 欸 Cynic 哈囉 哈囉哈囉 嘿嘿嘿 想說今天跟你做個訪問可以嗎 可以啊 欸 漂亮漂亮 來來來 嗨大家好 我阿偉啦 歡迎收看今天的影片 那今天的沒錯 就是一個探店的一個訪談喔 那今天非常開心來到Wender台灣 就是來跟我們的店長Cynic 做一個簡單的訪問喔 那我覺得他們的店呢 也是有各式各樣的選品 那我自己也是還蠻愛得這間店 因為他們選品的種類非常的豐富喔 相信喜歡穿搭的人呢 都能在這間店裡面 找到還不錯的單品可以入手的 那Cynic我想要請你先簡單介紹一下自己 還有Wender這家店 我是香港人 是 然後我來台灣大概八九年了吧 八九年 其實這間店就是我跟我現在的太太開的 然後大概開了五六年左右 但一開始我們不是在台北 我們一開始開在南谷 對後來其實這個台北的店 就是新的 新開的大概半年左右 經營上面這樣感覺像你說的 其實也還蠻長一段時間的啦 這樣 然後我想說 你為什麼會開始想要開這間店 有什麼契機 我們一直都是以一間選服店的概念 去做一個經營 然後在百貨也是蠻新的 這是一個一個特別的存在 那後來各種的原因 不做了在百貨 最後還是覺得自己親自去介紹 我們這些選品會比較適合一點 我覺得像你們開一間這種實體店 反而來的客人呢 專門來 那他們會願意更用心 然後更花時間 然後去慢慢看每一件單品 就是算說不要那麼快速的瀏覽 這應該也算是你們的初衷吧 對啊 因為我們其實不管是選品 或者是甚至於我們提供的一個氣氛 一個氛圍 我希望帶給消費者 或者是來店裡客人的一個感覺 就是跟外面的 可能跟其他的 會有一些區隔 會有我的想法在裡面 你是有什麼樣的標準 去衡量才選入的 其實我們 當然我們有中古的部分 就是有古著的部分 不管是日本 美國 或者是其他歐洲國家 就是做工比較精良的 不一定是舊的 也不一定是新的 那個做工 或者是那個摸起來的質感 是是是 是我們的搜尋 我也會把這個 他們的地址啊 跟他們的IG 放到這個螢幕上面 大家也可以再去搜搜看 啊如果有空的話呢 都可以來逛一下 他也蠻好聊天的 大家可以去找他聊一下 好那我想要請你跟我們 介紹一下 你們店裡面有哪些單品 可以嗎 可以啊 好 好那我們就出發 Let's go 其實我們也算是 飾品起家啦 這一部分的話 其實是我們 自己的品牌 然後我們自己其實有 經營另外一個品牌 叫Storycraft 下面部分的是手環 其實他已經做了一個 多層次的一個設計 你看到這個三圈的 就是他是可以直接戴上去 就很有分量 對對對 這種的話也是 我們都用彈力線比較多 這一邊的話 然後我們的配件的話 大多數都用一些 庫存品 或者是真的老品 比如說這個幣 這個幣是沾的法國幣 經過加工 就是算再製的一個部分 對對對 然後所以我們的東西做的會比較慢 因為我們的原料得來也不太容易 延續我們剛剛說的用老東西 我們都是看看這邊的戒指 這邊戒指是用錢幣去做的 是沾的錢幣 然後他材質就是取決於那個幣的材質 但有一些可能是比較多紅銅黃銅 所以他呈現的顏色也是比較像銅的顏色 然後再來就是一些那個湯匙筆改造 他也是本身就是設計的很好 就是把它再做環繞起來 然後像是一個戒指這樣 這邊的話就是混了一些老品 比如說打火機是老品 打火機就是美軍的 上面就是他們去購的地方 或者是聯份也會有 然後也有一些真的老品 比如說這個是琉璃珠 這個是貿易珠 是威尼斯的 他古時候就是一些原住民用來貿易 這是很早期的一種貨幣 對對對 所以他特別珍貴 接下來我也是覺得說你們的衣服蠻多的 那我想要請Sing 大概介紹一下你們的衣服會有哪些單品 我們這邊是夏天的 然後上面的部分就是一些背心 背心其實蠻好搭的 算是古舟店不太常見的品項 我們也有一些老梯 老梯主要是八九十年代上下左右 對對對 你可以看到其實他們有一些特徵 比如說它是單線縫 單線縫就是九五 九十年代前期比較會用到的一些技法 但其實以前可能是混房 它其實比較親膚比較舒服 穿起來是有彈性 這件很好看耶 對阿 它的後面這個圖案 我覺得很街頭感 然後有衝浪的這種東西的 這件就比較特別 這件也是那個七八十年代 它就會用到螢光的面料 它這個面料就很特別 對對對 然後我們選的都是八九十趴 就是夏威夷座 或者是美國座 就是很純正的夏威夷襯衫 對對對 或者是日本座 比如說像這種 你摸起來是面料都不一樣 其實是一種和服的面料 和服的面料 對 你摸起來會突突阿拉 對對對 它蠻特別的 瑞順 對對對蠻特別的中文 這個以前的使用者 很喜歡喝牛奶 綠色的大部分都是菌褲 中間也是有一些複刻的 這是日本複刻的 對對對 然後複子 如果是年份好一點就是 價值會比較好一點 是 對對對 然後他們的不同的國家 不同的軍隊 也有不同的酷型 說真的是 要來試看看 才知道哪一款 是你在找的那種 現在後面 不一定是 綠色才是菌褲 其實他們也有很多 不一樣的褲 比如說他們的制服 都會變得不是綠色 會比較偏卡其 對這個就是卡其色 然後我們也有白色 但是也是菌褲 對但他這不是你想像中的那種綠 會不會是因為他們的一些 就是他們所服務的單位不一樣 所以用顏色 對對對 比如說白色通常都是海菌 他應該是修車的 喔 汽車廠的 對對對 然後他這個 這個紋路叫 HPT 這是 魚骨文 魚骨文 對對對 然後比較耐用 骨著也不是想像中那麼難 那麼深 其實骨著就是一個 也是一個興趣 一個搭配嘛 最終的目的就是要穿好看 穿帥 好啦 那我們現在來進行我們的 穿搭挑戰喔 但今天穿搭挑戰呢 我可能也會搭配了幾套 然後還有比較特別就是 小魚呢 等一下也要 穿我搭給他的 對 看我大家覺得我搭得好不好 如果不洗霧噴啦 就挑戰看看 然後我覺得像 這種背型的夏季做層次 是一個很棒的單品 小魚這種背型 OK吧齁 那我大概介紹一下我今天的搭配 那我大概介紹一下我今天的搭配 剛剛聽斯尼克講喔 這邊的話 這頂帽子呢 它其實是美國的學校的一個學生帽 這個搭配的思路就是說 把背心穿在襯衫外面 其實這個風格 是我自己也會穿的一個風格啦 然後這件背心呢 它就是偏短板 所以看起來呢 就是會讓你的上半身呢 看起來就是比較有軍裝的感覺 然後是白色的這種比較工裝襯衫 因為白色加黑色基本上就是問題啊 也呼應到就是它 下身的這個Vans Sleep on 啊你自己覺得這一套呢 還不錯 還不錯 還不錯嗎 還不錯喔 小魚你應該沒有穿過花襯衫喔 對啊這個 當男人戀愛死 哈哈 好啦給他可以挑戰看看花襯衫 接下來這一套的話呢 就是我這一次幫小魚帶另外一套 就是整體呢 把上半身的風格就是彰顯的比較突出喔 然後我覺得來Vender 大家一定要看一下 這個花襯衫啊 它這一件呢 大家一定不會想像到 它其實還蠻有厚度的 然後我覺得像 小魚今天戴的帽子的顏色呢 跟花襯衫就是 稍微做一個綜合 然後褲子的話呢 就是簡單的牛仔褲 然後版型就很好 就是比較闊型一點點 然後它整體的色弱啊 這樣起來就很自然 很有復古的味道 卡齊或牛仔 那我再挑一下囉 現在輪到我的回合了嘛 那我想說先做一個比較 城市男孩風格的一個穿搭啦 所以呢 我就是選的這種比較寬鬆的輪廓 那上半身選的這一件是 工裝的這種兩口袋的襯衫喔 它的擴型我覺得算還蠻滿意的 然後褲子的話呢 是這一種 因為杖青色深藍色的這個顏色 然後它也是寬短褲 稍有堆積感 然後搭配Vans喔 那帽子的話 是為了要呼應到這個襯衫的顏色 顯然也是這一種 算是比較適合這個 整體搭配風格的漁夫帽子 整體搭配起來 就是很有一個夏日的感覺 然後很非常的城市南海這樣 光是這樣搭好像太乖了 所以我就搭配了一個這個 五步項鍊的這個單品喔 就是做一個點綴 哈囉 這是第二套 大家可以看到這一套 就是走一個比較Urban Outdoor的風格喔 那我先從上面到下面這樣來說 好 上身呢其實這頂頭上的帽子啊 它是比較街頭感的平岩帽 為什麼我要這樣搭配 是因為我下半身是走比較Urban Outdoor的風格 那我想要綜合一下這樣的一個氣氛啊 那也是想要呼應就是Vander這間店 他們有各式各樣的選品 那我背心呢 就是這一種釣魚背心喔 可以看到它的整個細節非常多 口袋啊有都有拉鍊什麼之類的 然後這個很好摸 那打底的這一件藍色襯衫呢 其實呢它的磅數是比較低一點點 那我覺得像夏天這樣穿層次搭配啊 也不會說太熱 它比較薄一點點 然後我們褲子的話呢這一件 我發現根本就是神庫啊 就是它的寬度啊還有板型 我覺得都非常的棒 然後整體的面料也非常的硬挺喔 搭配起來就是 看起來就很有那個味道 它項鍊的部分啊其實 這一個項鍊呢我個人很喜歡喔 就是它是有這個羽毛弓箭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項鍊也是很有味道 然後它的整個還有一個鼓臂這種去做點綴 那我這邊有發現Wander他們有一個特色喔 我們來這邊看一下 就是他們的每件單品啊 其實都有這個吊牌 然後吊牌上面呢寫的資訊呢 是非常之詳細的 可以看到它有這個單品的名稱啊 然後年代 然後價格 其實如果你來這邊有點說 怕聲怕聲的不想要問老闆 因為有些鼓琢店其實不一定會標價 那其實像這樣有標價 你反而可以很清楚 那你知道說自己要的到底是什麼 那從上面的資訊呢 甚至還可以學到一些東西喔 所以我來這邊其實也是收獲了不少啦 這邊呢Wander他們有提供我們觀眾 一個非常大的禮物喔 就是這邊呢有這條項鍊喔 而且除了我們youtube觀眾有之外呢 大家如果去追蹤Wander他們的IG呢 也會有贈送這個項鍊喔 那這項鍊它細節真的是蠻讚的 我youtube這邊呢是大家在底下留言 那我剛才跟小魚的搭配總共有四套嘛 大家就按照順序比較喜歡哪一套 在下面跟我們做一下分享 那有任何建議的話也可以跟我們說啦 那我在一個禮拜以內呢 把這下面的人呢 就是到IG上面去做一個抽獎 那我可能會用直播方式的跟大家分享 所以一個禮拜內啊 大家手速要快啊 看到影片千萬別錯過啦 那也別忘了可以到Wander他們IG呢 也有舉辦一樣的贈獎 所以我IG那邊呢沒有抽到沒關係 但Wander那邊你也是有機會的 那我們今天影片到這邊 非常感謝Cinley跟Phoebe呢 讓我們拍攝喔 那我們這一次呢 就一起來跟大家做一個掰掰吧 好啊好 那我阿薇啦 我們下次見 掰掰